立法院在今天开议聚焦美猪议题 引爆了朝野攻防 行军长苏贞昌在今天到立法院来进行开放 美猪美牛政策专案报告并且备巡 国民党立委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像是侯孟凯就端出了煮熟的台湾猪肉跟美国猪肉 要苏贞昌试吃分辨 朝野立委见状纷纷冲上前 差点就引爆了冲突 而立委蒋万安在直询的时候也抨击 民进党政府标准不一欺骗人民 没想到这个时候苏贞昌突然反问 过去曾经在美国求学工作的蒋万安 你有吃美国猪吗 一度让蒋万安在直询台上语色 当国民党一直在讲来 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还在美国吃美国的牛肉跟猪肉 说你都生活在美国 蒋万安强力直询苏贞昌猛力反击 还语代讽刺反手围攻 攻击蒋万安留美过的背景 你有吃美国猪吗 院长我先来质询你 我问你 你就不敢回答嘛 我当然吃但是我不会 当然吃 所以院长 你有出事吗 我不会吃猪肉 吃这么多的美国猪肉 姜还是老的辣 苏贞昌的消遣 让蒋万安差点无法招架 那换另外一名战奖呢 试试看看 哪一盘是台湾猪 哪一盘是美国猪 请院长 苏贞昌院长不敢吃 台猪美猪端进来 要苏贵试吃分辨 却遭拒绝 朝野冲上台 差点酿冲突 立院美猪蓝绿大战 唇枪舌战 谁也不让谁 事前的沟通在哪里 蔡总统亲自出来 向国人同胞报告 同时 是开放之后 相视一笑答不出来 在野党尽力党紧咬不放 还台猪来抗议 立委见状立刻层层包围 在人墙后的苏贞昌 顾着低头研究资料 面对美猪进口 大家有备了来 时钟排排击中 给个安慰打气 蓝维也圈控党和猪队友 摆pose拍照 立院新会期开议第一天 聚焦美猪攻防 战线也延长 我会说各位 郭民众 一体都反对 记者 中文报道